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九名 王阳显微镜下的大名 《迎叛逆者》中的拽王陈墨群出圈后 他接连在《人世间罚罪》的等剧中拿出精彩演技 尤其是蔡小光这个角色被观众视作周荣填狗 原本很难想象能被观众待见 但却被他演成了人间理想 姑娘好风姿 在下有理了 在显微镜下的大名中 他饰演王阳饰演的是全剧最不好演的宋师律师成仁青 这个角色在半校上就有一正一邪的特质 前几期和帅家莫一直不对付 却成为正方翻盘的关键 在这个角色的表演上 王阳用足了反差感 他出场的时候可谓威风凛凛一正词言 手上拿了把写着浩然正气的折扇 实际上是给多少钱 给你多少公道 人设近似酒品芝麻官里的方唐靖 相比后者巧舌如簧带来的欠扁感 这个角色从坐卧行走 到每一个眼神 语调 每一句台词 都能彰显无良宋师伪装正气凛然 却又无比狠准的一面 但很难让人讨厌 因为王阳自带一股儒雅气质 哪怕在公堂不干人事 观众也在内心为他洗白 他一定有苦衷 果然被帅家莫救下后 他忍不住好心劝告对方知难而退 显示出角色隐藏的柔软一面 正因为这样的塑造 后面的聚集中 这个角色的反转才有技可循 也为最后他和男主双剑合币 查明真相做了铺垫 第八名 静东纵有疾风起 让静东达到人气巅峰的 是伪装者和我的前半生 在对中年霸总的演义上 静东确实无懈可击 但此后静东开始陷入雷同的表演方式 和千篇一律的人物设定 让观众产生了审美疲劳 好在从去年的底线到今年的疾风 观众开始发现 静东变了 尤其是前几集里唐城落难的时候 静东将人物的困得迷惘演得深入人心 那种抱着猫咪把自己塞进被子里的腿躺 只有像我这样的经历过至暗时刻的观众才能完全体会 但静东却演得毫不违和 后期逆风决起时 角色立刻又恢复了专业 沉稳 冷静 但周年油腻感少了很多 这两部剧虽然不足以让静东重回演技巅峰 但足以证明只要他愿意走出舒适圈 霸总就不必是他表演事业的最终归宿 第七名 任成伟 县伟大院 全剧集结了胡歌 吴月 黄磊 张星成等一票演技派 配角的发挥也相当抢眼 但最终角色美誉度最高的却是任成伟饰演的三宝 这大概是出乎很多人的预料之外 任成伟出演的大多都是英雄硬汉的形象 呃 想必这位就是部长官吧 在下薛军山 战长沙中的姐夫一角虽然前几十集都是兵痞一枚 但该舍生取义的时刻也是一点不含糊 依然称得上真英雄 可到了三宝一角 我前十多集根本没认出来这是任成伟 只觉得也熟 三宝这个角色也很妙 作为剧中级别最低的基层干部 任成伟将一个和全村上上下下全扯得上经济关系 村里鸡毛蒜皮小事都要操心的村官演绎得栩栩如生 根本看不出表演痕迹 第六名张鲁一 他演出了一个既高度符合原著又超越了原著设定的汪淼 故事刚开始时 在张鲁一的身上 观众看到了汪淼作为一名应用物理学家的执着和坚韧 也看到了他作为父亲和丈夫的温暖和纠结 难怪在市墙的手机备注中只有三个字 纳米松 相比原著中的工具感 人物意下变得鲜活可感 但在数字倒计时中汪淼从独自驾车外出到了解真相后接近崩溃的多场紧张戏份中 作为的占据老手 张鲁一几乎以一己之力演出了巨大的戏剧张力 那种面对未知神剑的多种情绪纠缠 精准而富有层次 张鲁一的好 在于每场戏都很精准 一场谈话戏里 连偶尔闪现的抬头文 都能让人产生共情 他塑造的汪淼在科学家的执拗里带着骨憨 比原版小说里更加动人 第五名 高叶狂飙 我不知道 我而且他失踪了 你不着急吗 不着急啊 所以找你们呀 作为榜上唯一的女性实属 难得就排在第五吧 高叶在片中的表演 处处透着压迫感 很多细节处理的特别出彩 与高启强在情侣大街出相遇 一言不合就乐人脖子 表情凶狠彪悍 托有几分辣手催花的感觉 与警察出相遇 毫不借场 一问一答之间咄咄逼人 愣是让两个警察手足无措的像个孩子 我要知道情况 还有你们干嘛呀 我们现在好好可以说 别以为你老公干了什么都不知道 干什么呢 也保不住那些非法收入 白小成我给你脸了是吧 不好意思 气质完美符合理想看照片时对他的评价 看上去真的很帅 和大佬高启强在一起 也完全没有比下去 尤其是嗓音 高业本人的嗓音相对杀牙 有爆发力 在片中 发弄吼人中气十足 的确是又美又又萨 尤其是大开嗓门吼儿子的时候 的确是有种舍我其谁的感觉 第四名 张艺狂飙 张艺在剧中部的表演受到一定质疑 还不如他在满江红的惊鸿一批 收获的美誉度高 可我必须再说一遍 如果张艺岸安心都算翻车 那么国剧中没翻车的表演就趋之可数 狂飙中的安心 是全剧正面正营中的箭头人物 也是最不好演的人物 在长达二十余年的时间跨度里 从意气风发的年轻刺头 到满头白发的中年刑警 如果不是张艺岩 任何一场演技翻车 都可能使安心这个角色失去说服力 从而让整部剧黯然失色 为了让观众相信角色 张艺为角色年轻时代 设计了不少动作和腔调 把那骨子天真青涩 即性子等性格特质 有精的结合在一起 到安心满头白发 聚见徐中的时候 谨慎到有些老油条的气质 则阴影带出了人物背后 几十年的故事 那不是沧桑和无力 而是隐而不发 所以一旦确认真的机会来了 人物立刻焕然一新 当安心再度统领全局 整个神情是沉下来的 因为张艺的表演 聚集后半部分的急转 才一下子踩实了 张宋文刀业等表演的背后 才有了强大的依托 代表伟光正的男一号 从来不好演 安心肯定不是张艺最好的角色 但其他演员要在同类角色中 超越安心 又几乎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第三名 于和伟三体 石墙队长是吗 对 性质勉强 原著中的石墙是个强壮 高大的汉子 动画版中马东西式的石墙 造型上远比于和伟接近原著 但是是很快证明 对角色神髓的演绎才是关键 石墙看上去粗犷不羁 大大咧咧 其实是一名经验丰富 胆大心系的刑侦队长 如果真的只演出角色粗犷的一面 那么角色塑造肯定就失败了 但身为原著资深粉丝和石墙 为粉的于和伟 演出的恰恰是角色水面之下的一面 这才是真正读懂了大使 令我印象最深刻的 一场戏 是被ETO心里折磨到情绪崩溃的汪鸟精神 在教堂门口痛哭 被大使带着去吃炉煮 这场戏演得真是很绝 张鲁一的表演很紧 而于和伟也的轻松 但这个对比是建立在剧情和角色基础上 而且难得的是两个人都没有标戏感 标戏就没劲了 他们的细节设计都是为了塑造人物的 没有那种往镜头前乱击 几枚弄演的加戏 结果把一场文戏演的档机回肠 尤其于和伟那个台词公敌 那个气口儿简直绝了 第二名 张颂文狂飙 剧中人物众多 但戏份最多 形象最生动 最能打动观众的角色 还是张颂文饰演的高启强 全剧很多角色都正义凛然 可大家却被高启强早期身上那种质朴 善良的气质所感染 他们说是不是年后那些当铺要打乱了 再排一次 年都打乱了 但是这么多年你这是没变的 对不对 在角色不同时期 张颂文都有演技高光时刻 除夕夜在公安局中吃了顿饺子 张颂文将高启强在威莫之时受人欺负 偶尔遇到一点温暖时的温暖和感动 以一个举杯的小动作 小眼神 展露无遗 等到了强盛集团如日中天的时候 一场和张颂的警戒线对决戏 又把角色的嚣张语计算刻画的入目三分 接近结局 张颂文又让这个角色 泛着深不见底的谋划和脚侠 大结局刚就下老墨女儿就被他当场检举 瞬间的反应更是让人叫决 三个特写 一句台词没有 就诠释出了人物内心翻天覆地的变化 最后一场和安心的对手戏 直接掀起情感和叙事的双重高潮 这种镜头之外的情绪张力 是好演员的演技带来的 第一名 范伟立功 他饰演的老商是一位暖瓶场的保安 却又可想当警察干一番大事的心 所以挖空心思想要立功 这个人物有着小人物的雄心 也有凡人的贪生怕死 于东北市井生活中又历练出几分嘴酱王者的味道 如果换一个演员来演 当下的内娱实在想不出 谁能将这种小人物的诙谐生活 为如范伟扮演的活泛 范伟的喜剧节奏是有点天赋在身上的 很普通的一句话 放别人嘴里就是一段台词 放在他而会成为段子 老商这的小人物 虽然靠一张嘴 但也激情好运 故事里他巧遇汉肥无虎 前两集不知不觉让五虎变三虎 张力和喜感总是相随而生 但喜剧效果拉满的范围 并没有让身上的喜感 消解掉人物身上的悲壮感 之所以要立功 恰恰是为了消解老婆跟人跑了 女儿因此记恨他的无奈 看了以上九位演员的精彩演绎 你愿问谁才是你星第一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一起讨论 我会想到你星期间的论区